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想到自己离别的时候 父母妻儿那悲凉劲 心里边就特别的不是滋味 是啊 连自己都这样了 那么这些被强压去服役的人家里边 又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随后的事就很简单了 过了几天 几百人差不多逃了一大半了 秦朝的规定很是严格 押去服役的人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少了一个人 都要想很多办法 费很多的口舌 才能蒙混过关 现在一下子少了好几十人 不但交不了差了 恐怕呀 还得用刀试一下 你到底有几个脑袋 你们都走吧 刘邦把手一挥 对剩下的大家伙说了 然后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半天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众人并没走 其实他心里边也很清楚 大伙不走 除了感激他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想逃 也没有地方可逃 回去之后 一样又要被抓来服役 而且这样还得牵连到家里人 天下之大 竟然没有立身藏命之处 人生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此 可是 时到如今 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刘邦劝大伙还是先躲躲 可就算是躲 大家伙也铁了心了 非要跟刘邦在一起 就在他们躲避之前 刘邦还干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斩了一条大白蛇 有人说前边有一条好大的白蛇挡住了去路 只见刘邦大喝了一声 提着三尺剑就那么轻飘飘的一挥 那条蛇就一动都不动了 众人再一看 那条大蛇早已经被斩断成了两段 据说在那天晚上 有人在白蛇死的地方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在哭泣 就问是怎么回事 那老太太说 他儿子是白帝 刚刚被斩地斩成了两截了 这段插曲是真是假呢 马德雍的一段话 倒是一个不错的诸解 既然天与君王之间有心灵感应 那么心灵感应就应该有规律可循 于是古代的大贤人或者是真正的贤人们 就开始琢磨 他们的原则是 洞察这一个规律 并将之理论化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规律 那就杜磚一个出来 就这样 刘邦带领着这帮难兄难弟 一起躲进了深山老林里边 从此就开始了逃亡的生活 即便是这样 刘邦当时还是没有造反的思想 他当时的想法只是明哲保身 苟求活命而已 就在刘邦躲在深山里边 整天不见天日的时候 天底下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件对刘邦来说 是推波助澜的大事 这件事 首先得从一个最底层 最普通 最地道的农民说起 这个人姓陈明胜 自赦 是杨城县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 如果不是秦二世元年 这次征兵到渝阳首边锤 只怕这陈胜 将永远守在那个小山窝里边 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 但秦二世的一道诏令 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杨城接到皇帝的征兵诏令之后 全县人民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 谁都知道 被征去的人大抵是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还 但当时被选中的人是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由不得你做主 这个陈胜也在被征的行列当中 他身强力壮又识文断字 和吴广一道被命为屯长 于是 在两名将位的监督之下 带着九百多人向渝阳进发了 如果在路上不出什么意外 只怕这是千万批守边疆的 异兵当中的一批而已 将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可是呢 老天却偏偏要降大任于他们身上 都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陈胜带领的这批队伍 才走了几天的路 到了大泽乡的时候 没有征兆的大雨是倾盆而下 这一次的雨有点特别 一下连这几天都没有停的意思 这一下可苦了这群 去守边关的异兵了 这时候淋点雨 招点凉倒也是小事 关键是这大雨一下 误了行程 不能按期抵达 是要被杀头的 这雨下了大概得有半个月 陈胜是掐着手指头算来算去 以后就算一天不歇 一刻不停地赶路 也不能按期到达目的地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陈胜的眉头几乎拧成一团了 他跟吴广两个人商量了半天 最后两个人一击掌 两个手掌心都写着一个大大的反字 是啊 去是死 不去也是死 反正都是一死 还不如反了呢 大不了死得轰轰烈烈 陈胜吴广坚定革命的信念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做一些准备工作 以他们两个人的聪明才智 不可能直接对众人说了 我想造反 这样肯定不太妥的 一来显得唐吐 二来还不知道众人 是不是真有反叛的心 弄不好 还没隔秦朝的命呢 就先把自己的命给隔了 得造一点神秘感出来才行啊 陈胜不由地就思索起来了 不大一会儿 一丝笑容袭上了他的面孔 于是 接下来就出现了两件怪事 第一件怪事是 一大清早 厨师剖开一条买来的大鱼的时候 从鱼肚子里边挖出一块白卷来 一块最普通不过的白卷 只不过 这样一块最普通最寻常的白卷上 却写着三个极不普通 极不寻常的字 陈胜王 王是称王称霸的王 众人见了之后 无不暗自心惊啊 谁都知道大雨误了行程的事 他们的心思也跟陈胜吴广一样 已经有了反骨了 这时候自然认为 这是神仙授意 第二件怪事是 当天夜里 东边的林子当中一个大祠堂 隐隐约约地传来 似狼非狼 似狐非狐的怪叫声 大楚星 陈胜王 这六个字 当天晚上飞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他们都是属于王楚出身的人 这两句话的意思 再通俗易懂不过了 楚国即将兴旺 陈胜就要为王了 这里不得不佩服陈胜吴广 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这两件事虽然多费了点神 尤其是最后一件事 吴广一晚上躲在祠堂里边 学鬼教装狐狸嚎 泪得够呛 但他们的心血没白费 收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那是立竿见影 第二天 众人再看陈胜时的眼睛里边 已经多了几分敬意 眼看时机已到了 陈胜在吴广的配合下 把众人召集起来 开始发表革命宣言 陈胜先是说了一些 必要的客套话 然后才谈到这次服役的事情 吴广也不失时机的插话了 此番大雨误了行程 咱们也不可能 按时到达渔阳了 该怎么办 是啊 该怎么办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陈胜和吴广两个人 在表演上那配合的天意无缝 他不紧不慢地说出了 他此番演讲的中心思想 当王侯的人也好 当将相的人也好 不都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是生活在世界上 普普通通的人吗 其实原话就八个字 王侯将相 命有种乎 反是死 不反也是死 反还可以留有一线 生的希望 不反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众人只有反这一条路可以选了 顿时间是掌声如雷 响彻云霄 陈胜的演讲成功了 他的画像锥子似的 刺痛了众人心底那根最脆弱 最敏感的神经 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于是 陈胜和吴广 杀了两个将位是揭竿而起 中国历史上 第一支革命军 就这样成立了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奇怪的现象 一群拿着竹竿木棒之类最原始武器的农民 没有经过任何训练 看似毫无章法的队伍 所到之处居然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兵不血刃地战了几座城池之后 革命队伍就开始逐渐壮大了 在革命精神的感应下 一些豪杰之士也不甘寂寞 纷纷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张尔和陈瑜 就是其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 张尔是大良人 年轻的时候是未功无忌的门客 后来 他和别人发生了纠纷 闹出了人命案子来 后来是银杏埋名 浪迹江湖 陈瑜也是大良人 自幼学习儒术 精通儒家经典 习交天下朋友 他们两个人都有很高的抱负 和远大的理想 认识之后是一见如故 很快就结成了生死之交 这一次 这一次听说陈胜 吴广率领广大农民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 他们知道 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 于是两个人来报名参加革命 陈胜一看这两个人 谈吐不凡 知道不是一般的人物 赶紧把他们当贵宾来接待 必要的寒暄过后 他开始试探两个人的才华 众人都建议我现在称王 我要不要称王呢 面对陈胜的坦诚 张尔和陈瑜两个人 也同样做出了坦诚的回答 不能 理由是 第一 你现在才刚刚进行革命 就要称王 会让众人看出你的私心 第二 你现在的实力 并没有强大到无敌 一旦称王 就会树大招风 成为秦朝重点扫荡的对象 这对日后的革命不利 对于两个人的直白 陈胜是一脸的失望 他固执地认为 陈瑜张尔太胆小怕事 而且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 于是 他不听劝阻 自立为王 定国号为张楚 从这以后 陈胜对张尔和陈瑜两个人 淡然处理 只把他们当成一般的将士来用 这让胸怀 圆大报复的两个人 大失所望 这也隐隐地为日后革命的失败 埋下了伏笔 陈胜带领革命队伍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 佩献献令是如坐针毡啊 他就一介书生 只懂得五文弄墨 哪里知道行军打仗的事 眼见这么发展下去 革命军很快就会打到这儿来 他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于是 找来他两个最为倚重的秘书 萧和和曹参来一事 可惜啊 他不知道此时的萧和和曹参 早已经达成共识了 为自己想好了退路 仪式厅里边 三个人是正襟危坐 曹参还狠狠地僵了他一句 不战而降 那不是大丈夫所为 萧和还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陈胜自在大则乡 打响革命的第一枪后 战无不胜 攻武不克 他要攻打的城 还没有哪一座能守住的 那那那怎么办呢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只能投降了吗 再加上曹参江他那一军 县令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守又守不住 那降还不能降 到底怎么办呢 县令把可怜巴巴的目光 再度转向了萧和 萧和装腔作势地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就煞有介事地 给县令指出了另一条路 请刘邦出山 原因很简单 刘邦在沛县的威望很高 又是地痞流氓出身 让他带领手下那些躲在深山里的逃犯来守城 他一定会执恩图报 立下大功 这时候 县令已经别无选择了 于是搞笑的一幕就出现了 一个堂堂的县令 居然派人去请一个 常年躲在深山里的逃犯 而且还怕他不肯出山 专门派了一个 非同一般的人物去请 这个人物是谁啊 樊快 樊快有幸承揽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他也是沛县人 自小家境贫寒 后来在街上杀狗卖肉为生 吕公见他高大鹦鹉成实本分 就把小女儿嫁给了他 刘邦娶的是吕公的大女儿 樊快娶的是吕公的小女儿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推断他们俩的关系了 那是连今儿啊 值得一提的是 那吕公把两个宝贝女儿都嫁给了穷苦人 并不讲究什么门当户对 但从日后刘邦和樊快大红大紫 特别是刘邦成了一国之君 我们可以看出吕公独特的眼光 和非凡的魄力 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县令虽然有点文弱 但并不是昏庸之辈 就在樊快去请刘邦的时候 他敏锐的鼻子似乎闻到了一丝浓浓的火药味 天下已经乱了 把流氓出身的刘邦接进城来 那无疑是引狼入室啊 传夏侯英火速驻萧和曹灿来审问 先令说完这句话 悲哀地发现 半天也没看见夏侯将军的身影 他哪知道啊 夏侯英此时早已经给萧和和曹灿 通风报信去了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了 刘邦这么多年的庭长没白当 萧和 曹灿 夏侯英 县政府重量级的人物 都成了他的亲密战友 刘邦和三位好兄弟会合 带领众人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城下 县令现在只能强逼城里的百姓来守城了 不用枪攻了 刘邦说着看了一眼萧和 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萧和自然会议 于是铺纸地铺纸 研磨地研磨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笔特长 手起笔落 一封激情四义的家书写成了 亲爱的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 你们好吗 革命的春风已吹遍了神州大地 这封家书写好之后 用剑射到城上 城里边的百姓无不感动地热了银矿 像是下了一场及时雨似的 在家书的指引之下 他们充分发挥了进水楼台 先得月的优势 纷纷操起手里的家伙 冲进了县衙 把县令当成靶子给练了一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edans